好,各位们好,我是董白买 这期视频来聊一聊未来的150千瓦时电池 没错,它正式交付了 2023年12月7日全国气温普降 上海气温也从最高温的20度骤然下降到0度 未来CEO李斌同学,兵哥选择在这样的天气 开启了150度的电池直播 主打就是一个真诚 最终的续航数据是这样的 上海出发走G15深海高速 一路南下,气温从白天的-22度开始 均速90公里每小时,行驶了1044公里后 依然有3%的电量 里程焦虑在蔚来这率先结束 在ET7上这台车的标顺CLTC续航里程 应该是超过了1000公里 考虑到气温因素 这个成绩应该还是不错的吧 兵哥的身体也不错 千亿的公司的CEO连续自己开车这么久 这个体能也算是一个挑战了 这款150度电池是来自于蔚来资本所投资的蔚蓝 最早的是在2021年1月份New Day发布的 最初预计的交付日期是2022年 然而因为的口罩等各种各样的因素 延误到了今天,延误当然是不好 但是客观上来说 这一年多的时间也就这样就过来了吧 那这款电池有多强呢 电芯层面它的能量密度达到了360瓦时每公斤 整包的能量密度也达到了260.87瓦时每公斤 可能你这样说起来没感觉 100度的蔚来电池包自重的是555千克 那这一款150度电池包比100度的电池包 能量多了50% 但是重量仅仅也从555千克增加到575千克 重量增加了只有4.5% 这是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 这就是固态电池的威力 再来一个对比吧 宁德时代的麒麟电池 大家也都知道其实已经很强了 官方的能量密度是255瓦时每公斤 最早应该是在极客001上首发的 放在001上的电池包是727千克 140度的麒麟电池 比蔚来150度的固态电池 重了有152千克 所以蔚来ET7哪怕上了这么大容量电池 依然可以百公里加速 做到标称的3.9秒 实测其实是3.6秒 反向虚标一直是蔚来的传统 很多设计高性能和长续航是不可以兼顾的 在聊续航的时候往往说是单电极 在聊性能的时候往往都是双电极 也只有蔚来一直这么老实的全系标配双电极 全系把自己的加速反向虚标 那你可别忘了 单次跑的远只是蔚来这块电池优势的一部分 蔚来还有遍布全国的超过2300座换电站 换电的三分钟续航增加1000公里 换电三分钟电池能量增加150度 这可是平均3000千瓦的功率 你要是把这个功率换到电池的峰值充电功率上 6000千瓦的超充才会有这样的效果 6000千瓦什么6兆瓦的超充是什么概念 这压根不是充电站 这是个变电站 蔚来今天就让你用上了把梦想走进现实 全球唯一真正遥遥领先的补能效率 这块电池据说和ET5是一个价格 在别的品牌估计就没办法卖了 在蔚来就简单了 它只要放在换电站就可以了 尤其是在偏远地区的换电站 什么在西藏拉萨的换电站放一块 需要的时候你按日去租赁一下 平时在城市里到处都是换电站 充电桩75度电池就足够了 但是如果你跑长途 遇到基建不好地区 上个100度150度 这即使资源的节约 对于消费者来说也是真正的省钱 但是如果没有换电网络 而且你的电池是焊死的 你的消费者就感受不到 电池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巨大优势 从2018年交付的第一代ES8 到今年甚至明年的蔚来车 都可以用上这块150千瓦时的电池 你稍微想一下 2018年如果当时你花了70来万 买了一台特斯拉Model X60D 那车的续航放在今天 150度电池报的2018款ES8 续航可以超过730公里 第一代ES8依然可以凭借这款电池 获得750公里以上的续航 这才是用户利益的持续保障 毕竟买车都会老的车都会旧的 焊死电池的车 那就没有机会用150度的 未来品牌一直在坚持大规模的研发投入 如果未来放弃研发的话 其实就立刻盈利了 虽然你们都在说未来亏了很多钱 那这些钱其实都亏掉在研发上 未来自研了自己的三电技术 自研了自己的芯片 甚至说你们被喷来喷去的说自研手机 其实都在干一件事情 让自己的用户有着最好的体验 你的体验到底值不值钱 也许有些人说体验不值钱 够用就好 但是对于一些消费者来说 他们的体验比别人更有优势 他们的体验遥遥领先 他们的体验做到最好 这个是未来所挑选出来的车主 这才是真实的未来 今天150多张卷续航 其实变得没有意义 当一台车单次可以跑得比你远 性能还比你好 补能还比你快 最重要的是 每一次补能的成本还比你便宜 电费很便宜吧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真的没必要买燃油车的 当年那些喊着什么电车 续航到1000公里必买的人 等着你们下单哦 好 这就是本期懂买买的视频 希望你能喜欢 如果对我视频感兴趣 也不要忘记评订阅订阅 懂买买买加脱胶并上微博 youtube都有自己的账号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